中产党 今次三个中产党 由一个名词开始讲起 但我们会集中讲一个范畴 好像说得很复杂 其实就是讲灯神 但灯神太阔了 我们都会集中讲楼市灯神 首先我们会由一篇文章开始讲起 就是这个世界股爆煲论的创始人 这个世界股是世界楼 世界楼爆煲论 我听过很多次 不停的世界楼会爆煲 多少年前 我印象中起码是一五一六年开始 都讲了两三年时间 然后就最近写了一篇文 其实是说些什么 但是他转太阔了 之前一直都没有转太阔了 其实意思就是 之前 或者说事后很明 那就可以相夸 那当然 但是重点就是 就是 汤文亮 即是博士 就说 喂 为什么有些人 即是时事评论员 我当他入了是阿智山素 即是我们鼓励 我鼓励 就说 喂 为什么可以常常都搬龙门 为什么以前你都不是这么说 现在说了 就当自己是中的 是的 这个就是牵涉到我第一样感觉 就是有一个感觉 是 其实这样算不算搬龙门 因为 如果你问我 蕭英青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楼市 但很有用 他一直都中的 他中到现在觉得 中到够了 我是时候要转了 这个是修正 就不是搬龙门 如果你问我什么叫搬龙门 搬龙门就是 我以前猜错了 但我现在说 其实我也是中的 我硬说到自己说 这些才叫搬龙门 这个就是你对 才有观看法 还有我想多加一个 在网台界 或者是网上世界 我们当时不可能不说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 因为前辈是我们三个都认识的 甚至是我们友谊建立的一个源头 是 你现在说的 湯文亮 施荣青 和那个人 那三个都是朋友 你只是放我们 放我们在火上烤 是不是 你下次 你和他们三个都认识 你下次 欧乐坚 那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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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很尴尬 而且我又不知道他们的亮度 究竟在哪里 其实我们都大概心中有数 所以就这么够大 更加大 而施老板 我就更加 施老板固然是亮度都很大 但我怕你讲得太盡 的时候 他咳了我们的节目 直接播播 我都看不到 不过你 尴尬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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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算好呢 我也有点担心 所以你实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转到题目 比较好 可以用正面的角度去看 究竟他们是否登记 刷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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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以前看萧生做节目的时候 他几年前有留言过楼市 就类似说 怎样 他说会尽头 他一直都是坚持着一样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好像2013、2014年 一直都有说 就是在这个楼市 我不建议大家买楼 但是我也不建议你卖走它 因为我预测不到这个市是怎样 也有很多理论 譬如说 这个完全脱离了购买能力 不合理 他说不合理 不可以持续那么久 但问题就是 现在是不合理的 那些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 所以到最后 都是建议不买 亦都不卖 我讲过萧生的几件事 第一 你除了停期燃 还要做官期客 因为想当年 他曾经试试过 叫大家训终买 2628 然后股票升了 十几下倍 因为他赢了很多钱 但其实他赢了三成就走了 他自己起口 赢了行 第二个停期燃观其行的事件 就是他每一次 我不知道他对楼市的看法是怎样 他每一次都在楼市转角那一刻 卖了楼 我知道近几次 每一次有辣椒宣布 有什么时候卖了楼 是很准的 他都不能不自傲 是很准的 但问题到最后 他说出口的时候 不是 不是 例如赢宣布之前 他立即买 他连续三次都这么中 但他卖了之后 没有再卖了 叫他跑到高峰 就是说一下时间 明白吗 他每一次卖楼的时间都很准 但是短线的时间都很准 但是我又要补充一下 虽然萧先生卖了楼 但可能整个萧氏家族 有人买楼 如果从一个家族的角度去看 他可能是没有输到的 因为他卖了又买回 而且他没有违背他的建议 他叫你不要又不卖 就是不要买都不要买 那又买又买 其实跟我们一样 萧地一买一家亿几银豪宅 我也有看报纸看到 所以没有去过 但是就算是最近这次转世的时候 因为我最近在那里见他 他也提醒我 是时候如果有楼 多一层的话你买了 就是他相对 舆论没说 斯老板没转态 湯博士一直都说他看不看好的时候 都没有说过 有些特别说不好的时候 是老蕭很早就 就是私底下跟我说过 关于施老板的楼价的立场 我一向都很少研究 我只是和大家说 一个地产经纪 应该是用什么正确的态度 去预测楼市 可以令自己带到利益的大化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当他觉得楼市坏的时候 他就要唱好 楼市好的时候也要唱衰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我说 你当然不成交而已 只要你有成交 你有成交 你有成交就是 所以你看到一个 就是你见到买家 就要和他做一栋楼 几乎几乎几乎 见到卖家 就要和他做一栋楼 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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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地产代理 我应该现在不停说 这个机会难在 事件好 就立即彈 这个机会难在 你才能埋楼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等机会 所以我觉得一个地产经济 如果你这么说 就是一个反灯神理论 就是说过去那几年 施永青老板一直都说 楼市一定会继续要听 他心里是想着一定会跌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是这样的意思 施永青老板 当然是非常正派的一家 超严 就是你看他说 他说 往时的拍档 多么君子就知道 但问题就不是这样 问题就是说 他应该是跟他 不是跟他真正的 他预测的楼市调缺 是跟他的atmosphere调缺 就是他一个政策人 就应该一不掉 从楼市再反掉 就是升了就说跌 跌了就先 那你才可以做生意 否则你没有生意 那施永青老板 那施永青老板 给的comment 不是想自己生意 是吧 是 是 是 就是他为公益就想 是啊 就是如果他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地产代理 我真的差不下 我真的差不下 你面子比我更大 但是拆鞋你真的没有经验 真的不够你来 真的不够你来 他在笑 整班都哭 是 说回来 其实现在的楼市 就是现在 我的感觉上 就是传媒吹大了 你问我施生 就是我现在轮到我拆 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产品 除了以前的中原地图 现在被google map取代之外 就是中原指数 有很多人就说 不是啊 现在的楼市跌了成半两成 甚至三成 你的中原指数 只是跌了成半两成 2% 那为什么呢 我先说我的答案 我先说我的答案 首先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闻 我觉得反而 AM730是少的 我记得最多是 苹果和明报之旅 它们永远都是用叫价 来讲楼市 砍价多少 因为如果你说叫价 来讲砍价 很明显是因为之前叫高了 现在就砍大了 但是有人说 不是啊 如果楼市每个都说跌成半两成 为什么中原指数跌2% 我找我最熟的屋远 就是德福去看 德福去看 德福去看就是跌价 就是跌了一点 如果你用成交价去看 其实又不是我们想象中跌那么少 这一个角度 因为中原指数就是二手楼 还有制后 还有少少制后 所以如果是一手楼 买新楼的时候 一手楼比较难题 因为一来它是新楼 那你和什么比较呢 你和上一次卖 还是怎么样 还是同类屋远 因为它一手楼的时候 课尾就有得比较 课头就没有 是的 另外一个可以不密出股 价格未必反映真实成本 就是因为它可以送东西给你 优惠 优惠 三年免工 特惠 就是给你可以便宜 那么大力推的时候 最重要不是这个 大力推的时候 最重要不是这个 是勇金 不是勇金 不是勇勇 是加勇 是加给代理 你不知道加多少给代理 可能给30%代理 我见过最多给28% 那是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预送公司给你 解释现在很多人送了 你送有限公司 即是注入有限公司给你 你欺负公司的时候 它有时候帮你给税 如果公司买了税 就是30% 不是 你现在说的一点都不中甲 你在说豪宅才会用公司 你现在觉得30% 五月外几百万层楼 减28% 几亿人层楼 这是说中甲的东西 中甲最喜欢听的 那也对 我都很想听一些 原来现在的豪宅就是20%多 可以去到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砍 就是砍了这些豪宅 它不是 因为它到最后 你的经纪会推卖 经纪有些回分 回分给个什么 经纪有个跟我的妈妈 所以很难估计到 它的真实的售价 其实是 是的 我认为我再说一点 我的经验 现在很多说的所谓砍价单位 都是一些特色单位 周显那种特色单位 就是那些蜀式 豪宅那些单位 我这些特色单位 就是对着垃圾房 有漏水等 因为它本身已经先天不足 它一定要价格比市价低一点 但是再加上跌市的时候 它是最担心鎖死了货 因为如果你很standardized 那些很容易 我也是说周显大师的理论 standardized的东西 你当然容易交收 但是你特别好 又特别坏的话 就是第一时跌 我现在看很多都是这样的 是这么说的 以一个叫鬼屋 鬼屋价格 通常在楼市升的时候 鬼屋价格的discount是少一点的 就是说空宅也是这样的 空宅也是这样的 空宅也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这个也对的 因为我记得楼市升到很疯 其实都是大半年前 就是地产call 空宅也是这样的 假的 你不是还有人争 但是我想现在第一时间 就可能是空宅 因为就是之前的premium 太高 现在会跌回 但是那个占整体的成交比例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就是 空宅不是很多 不是就是 哪个是登晨的时候 就是看哪一组数据 其实楼价登晨 都没有股票登晨这么多 股票登晨多些 人们说我也是 因为股票登晨 你是有很多的猜测 你很容易错 但是楼价登晨 因为它是一个trend 你的trend 你可以不停修正 其实你要做登晨就很难 所以我很奇怪 跟之前跟我准备聊天 聊天 湯文亮博士 他都真的很长期 是一个坚定的 细架楼的爆煲论 的创始人兼发表人 去到今时今 你看我这支股仲 其实我真的有点疑惑 但大家都全部很喜欢他 因为你问我 2015、2016年的时候 你已经鼓吹这个细架楼爆煲论 你说你今时今日叫股仲 如果我相信你 你卖了一层楼 我要重新上回车 可能是一辆计划 但可能有一个人 是半年前才睡醒 是 我看了他那边巨注 我闭家货 我不买了 那救回他 你这样说 你知道有一件事 叫做末日博士 是 我觉得 如果你坚持一件事 都不失为一个 有原则的人 不失为一个 推荐的类型 类型 他不停地说世界架爆煲论 结果就成为一个 世界架爆煲论的 没错 即使你有错 我也是 我也是 纯重的 是推荐的名字 我一次见到 湯博士 就跟他说这个问题 他说我猜错了 我已经是 请了人吃饭 他还没请我们 他只不过是 他的目的就是 出于好心 提醒投资者 我也记得曾俊华也是这样 他都出于好心 经常见人不要买楼 现在楼市很危险 曾任全都曾经试过 曾经试过 一段时间不停鼓励人买楼 他说那些小价 有百万楼之类 他也记得董建华 这个时候是入市的时机 就是济卷的信息 很多人会不太懂 我趁这个插入 再说些学术界 和股市有关系 股市 学术界 因为他说到市场有效 虽然大司谷不同意 有效的时候 就说市场股价 基本上是 只能计算 你如果估计的话 就是估计今天的价钱 就是在之后如何上海 最好的预测就是今天的价格 在股市上高 美國數據也有多少數據支持 大致上是一個隨機 但樓市不是 樓市相對沒有那麼大爭議 就是相信樓價真的可以預測到 樓價的預測性比股市高 戴士,你同意 同意,因為應該這樣說 其實所有 劃反而要重演出來說 所有資產價格 短期是由貨幣和利率 很短期的需求影響 但當你是一個基本因素的時候 你還要受到長期的影響 即是你會長期影響基本因素 所謂的股市 即是你的貨幣和PE 在短期來說會分出來很大的 但長期來說 始終是股市靠PE、靠那些維持 靠asset、靠那些維持 樓市亦都是 但樓市因為它的 cycle 長很多 所以你就比較 predictable 因為股市可能幾年一個 cycle 十幾二十年一個 cycle 你便很容易 predict 到 因為你短期的 fluctuation 是你到最後的波風水 我的說法就是 因為股市相對的 liquidity 高一些 可賣可賣容易一些 所以市場比較相對有效率 所以要猜的難猜一些 但樓市的距離沒有那麼好 要賣樓有時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市場相對 比較股市來說 股市比較低一些 所以你要預測的時候 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大師說你是登神的話 股市很難預測的 所以股市的登神情有可原 喂 你聽說 我說是說 誰是誰是登神 你說而已 我當然是從來未做登神 我每次說你猜別人輸 人們都說是騙他錢 從來未做 只是你特地說的 不是你猜錯 是你猜中而說錯 從來未試過有人認為我是說錯的 這個人又騙錢了出來 勾結錢 我從來猜中了 所謂登神就是真心相信你錯 但是所有人都不相信你是真心錯 是 但是樓市做登神是比較難的 是 好 今天我們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OK